李晨被网友发出2017年录制新春节目的视频,其中有个取景需求就是拍摄李晨父母,而李晨则将其摄影组带回北京四合院,并没有刻意强调这个四合院是谁的。 被曝光之后,外界纷纷认为镜头中所曝光出来的这个四合院正就是李晨所居住的老宅,地处北京二环内,按照格局和位置给其估价远超就义,消息一处立马,引起了广大网友的关注及热议。 与此同时,有不少媒体纷飞向北京老中介求证情况,事实上发现所谓李晨的四合院并没有网传那样有九一元的报价。 中介认为按照市场行情的每平二十万计算的话,李晨那套四合院称子也就三百平,和记起来顶多也就六千万出头。 离九一元差太远了,对此有不少网友发表了不同的评价和看法。 他们认为四合院不可能九一,也不可能才六千万的那个位置,成都某些别墅都十万起步了。 北京二环,四合院你给我说二十万,去年陪老板去看过一个,后海那里一点八亿,结果老板破产了没买成。 我当舅以前问过,挨着是上海边,一点一五亿,不过不太好办产权证,所以就没有买成。 后来去京西兰买了个海岛,当初莫杜克和他的中国老婆离婚,把北京二环内的一套四合院就给他了。 估价是五千万人民币,2010年的时候二环内当时就看到报价一亿多,现在的房价和那时候比至少三倍的样子。 五亿我觉得稳,四合院里没有下水系统,每天都要到码头,那个场面不是一般人能接受的,储钱也不能装,因为破坏了城市规划。 我工资每月八零零零,一年大概九万,我不吃不喝要努力以一年才能赚九个亿,而然中国文明上下一购才五千年。 我相信很多平民家庭还没有我每月赚得多,这就是目前中国的贫富差距,等等。 而就在今天,李晨工作室通过微博回应李晨就一四合院的传闻,否认网传的四合院是李晨的房产,并解释只是当年李晨为了录制节目准备的拍摄场地。 希望广大网友别再以讹传讹,或小视听,于此。 不少粉丝纷纷表示支持说道,李晨本人从未在节目中,对该四合院做过多介绍。 请勿过度脑补,编造谣言,媒体还是有点底线关注该关注的人,报道该报道的是,别总抓着无关的人做过分的起底了,就放过。 针对此事,有不少网友留言回应,纷纷表示被欺骗了,好丧些。 还有网友趁李晨原来没替范冰冰卖房团长呀,大家是不是都先以为真问呢? 不少网友表示李晨有个一枚了,对此大家有什么看法呢? 不少网友